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這個黎明就要選舉 所以有所謂的一階段 兩階段 那麼中選會大概最近 應該會做出裁定 但是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不管中選會怎麼 我們希望台灣人民 站在民主的頂頂 立場 希望台灣的民主可以進步 為什麼我們要扮演一個民主進步的力量 因為我們要給大家看 美國是怎麼選舉 我要感謝美國的朋友 驚給我整美國 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選舉 我們要給大家看說 人家的選舉有多複雜 但是人家用多簡單的方式有多複雜 為什麼台灣這麼簡單的選舉 要把它用到複雜 所以不管到最後 國民黨怎麼堅持 中選會怎麼做 我們就是說台灣人民要進步 台灣要進步 台灣要朝那個方向 台灣人民沒有讓人看衰 說那些複雜 人家怎麼進步 我覺得我們真的應該要學習 所以今天要給大家看 看美國的選舉是怎麼選 那麼說到美國的選舉 我們要給大家看就是說 國民黨今天 把他的不分區名字擺出來了 但是要給大家看就是說 民主進步黨的不分區是怎麼選 選到這樣流血流血 然後再拚出來 有民調 有這個什麼 有初選 我們要給大家看是什麼 國民黨是怎麼敗的 所以對這邊 站在民主的電影 再看到 我看現在已經有了這個報紙 很怕 怕什麼 怕260萬 台灣入連公道的連數 但是要給大家報告 他又進步了 已經到270萬了 但是我們5萬270萬 向全世界 向這個落伍的 封閉的保守的力量 展現台灣人民民主的力量 再看 麥英九今天又在黑路講經國 覺得國民黨只有一個 黑路而已 黑路而已 就是政府經國 香港也政府經國 但是我們就 阿扁也來做政府經國 是不是台灣會很好 就概念 立法院你就要聽我的 每個人都聽我的 不聽我的我給你抬 難道那是一種 進步的力量嗎 那麼今天要給大家看一篇 這個篇中國澳洲的報紙 怎麼樣寫中國的說謊跟 怎麼樣利用連戰跟宋楚瑜 今天我們要給大家看 來我們趕快來這個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民主進博黨 台南市的市議員 王定宇 王議員 王議員你好 黃玉大哥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時報周刊總編輯 吳國東 王議員你好 黃玉大哥台灣 以及政治記者陳立宏你好 大家好 另外是二十一世紀憲蓋聯盟的總召 黃玉宏 黃老師你好 黃玉好 大家好 以及政治記者中聯王 你好 黃玉 郭美鳳親大家好 好 資深媒體人陳靖然 大家好 來 我要先給大家看 看這個事情請大家看 先看這個 這是美國的朋友叫我 請大家看 這是當時的選票 2007年11月6號普選 投票 這是哪裡 這是官方地區性選民手冊 他叫做King County Elections 就是說國王郡 他把它翻成金郡 我是把它翻成國王好像比較好 國王郡的政府地區性的選民手冊 現在要給大家看 人家的手冊是這麼大本 美國的有什麼繁體中文 因為他很多 不一樣 所以他準備很多種語言的選舉手冊 是 有拉丁文 有北京話的 有什麼 有英語的 有什麼 可能很多 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 好 請大家看 我現在要先給大家看 人家的選記 我一頁一頁 重點我把它折起來 先請大家看 投票站 將在選舉日 11月6號開放 時間是早上7點到晚上8點 只有這次人就贏了 人家是才7點開始打 打到幾點 晚上8點 人家總共11點鐘 我們才幾點而已 我們8點 以後4點就收了 他到13點鐘 這點我們就輸了 但是因為國民 我覺得我們4點好 因為國民黨更換下去 你又不是說 還不知道會晚上 又會停電什麼 我意思就是說 人家有多大的空間給人 給人民的方便 有上班加班的人 是 美國是基本上 他不會有這種作票 以前曾經 其實在幾百年前 曾一兩 不要說幾百年前 但是現在美國是沒有 所以到晚上 我認為那是方便 你說沒時間去投票的人 他說要上班的人 但是在台灣 我還是覺得4點是好的 天還亮 真的比較暗 好 請大家再看 結果同時你缺席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郵寄選票 必須蓋有選舉日之前的郵戳 譬如說今天在議會選了 是最後一天 你只要在11月6號之前 任何的郵戳他都收 你意思是 你如果沒辦法去選舉 你今天去哪裡要帶 今天要加班 你是做工的 你用郵寄 再看 無法於選舉日 但是親民投票的選民 可以要求一次性缺席 郵寄選票 或者從10月17號開始 使用方便的投票機 提早投票 人家有幫你寫投票機 打招投票 這是何等的先進 為人民是怎麼想 好 接下來我們給大家看 投選須之一提示 你看有複雜嗎 但是他一項一項幫你寫 讓選票被計算 填滿橢圓形 用什麼 用深色原子筆 完全填滿在這個格子裡面 就可以了 如果你填錯了 你再給他打叉 再填沒關係 可以這樣 好 請大家再看 請大家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他到底選什麼 請大家看 請大家看 他選什麼 可以選什麼 郡的 國王郡的檢察官 檢查看最選的 不是 你看人家這個 檢察官用選的 台灣檢察官是什麼 用蔻的 好 請大家看 他選什麼 近年選郡 國王郡的孤歲官 人家有孤歲官用選舉的 好 請大家再看 他選什麼 他選 這個什麼 國王郡的議會議員 郡議員 好 請大家再看 他選什麼 港務局 第二號專員席位 港務局 他有一個席位 專員 但是他是第二號 現在空缺 他都選了 請大家再看 現在再來選什麼 再來選這個 西雅圖寺 第一號議席 這就是市議員 但是第一號 因為已經沒了 缺席了 所以他選第一號 所以他有第三號 第五號 他都選了 好 或者任期屆滿 應該這樣講 好 別人 他選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